法国艾特建筑设计院 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萨密和巴哈先生创立 设计院坐落于巴黎市中心 仅名巴黎市政府 这里汇集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工程师、经济师 以及室内设计师在内的数百名设计人员 在30多年的从业历程中 设计院涉足的业务领域广泛 涵盖城市中心区规划、酒店建筑设计 城市商业综合体设计 并始终专注于医疗领域的建筑设计 今日的阿赫特建筑设计院 作为法国医疗建筑专业领域 最重要的建筑设计机构之一 以其创新、超前的设计思想 赢得了行内业主们的一致认可 设计一方面满足了业主们 对建筑功能及工程造价的要求 另一方面 一始终寻求创造人性化场所的设计理念 在35年的时间内 阿赫特设计院已经先后设计 建成了20多座大型医疗机构 总设计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 本着同样的设计理念 设计院的作品在满足医疗建筑功能 流线合理性的同时 保证其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注重于整个城市的联系 并且强调当代建筑的特征 实际上 阿赫特所创造的医疗建筑 绝非模板的简单复制 每个设计均为其不同的项目背景 自身环境量身定制 从整体的设计构思 到对细节的把控处理 都是设计师对项目深入观察 分析以及提炼的结果 阿赫特设计院设计的所有项目 不仅展现出其出色的创新能力 更体现了建筑设计师 在时间和空间维度 创造可持续发展建筑的理念 其独有的设计方法 在全球医疗设计领域享有盛誉 这主要得益于设计院 在设计中所创造的 医疗单元分区的理念 以及对医疗环境的重组与改善 这些研究成果 获得了医院管理层的一致好评 同时 设计院对医疗建筑的功能 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 通过明晰区分与合理组织各类流线 建立能够确保与连续运转的 医疗设备相适应的三维结构网 医院的功能合理性得以大大提高 该类研究还充分考虑到 未来医院的技术发展方向 为了向客户提供 最先进高效的医疗技术 阿赫特设计院还成立了 专门的医疗工程小组 负责开发以及不断优化 个性化的医疗工程软件 在设计的各个阶段 实时管理、把控 使得建筑设计与医疗设备之间 实现完美对接 位于纳维尔市的医院 便是将这种即实用性、灵活性 与可拓展性与一体的建筑设计方法 应用于实践的代表作品 四个住院部约有100个床位 分隔出五个医疗单元分区 得益于设计中所采用的立体布局模式 底层布置的大型医疗技术平台 与五个医疗单元分区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成为医院组织中的重要一环 医院每层均设有两条 贯通各分区的交通轴线 一条供公众流线使用 另一条用于医疗服务流线 每隔50米还设有纵向联系 这种模式使整个医院的 交通组织清晰、流畅 亚眠市医疗中心 坐落于医科大学的校园内 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 即教学与交流为一体的 综合性医疗城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医疗教学与交流中心 配有250座的大型礼堂 专门用于医疗教学 以及各种科研交流活动 新建医院在入口处 设有公共广场 它成为了医院人性化 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场上波浪造型 不仅活跃了整个空间氛围 也将医院的整个接待区域 自然地连成一个整体 该医院设计运用三维极柱状的 流线分配系统 保证了各个部分的直达性 该系统将整个医院分为三个 配有400个床位的医疗区块 每个区块均最大限度的 临近其门诊平台 并且均匀地分布在 共享医疗技术中心的四周 阿核的建筑设计院认为 在保证医疗建筑设计功能 实用性、灵活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还需满足医院对患者及家属与访客的开放性 因此 设计院的设计力求丰富医院的接待空间 并在其中营造更具人性化的社交氛围 设计中 在开场式的大堂、中庭、步道及内廊空间内 设有医院的接待中心、等候区、娱乐区、 零售店、咖啡吧以及展示区等等 这些功能空间与传统意义上的 医疗建筑功能并行互补 并最终成为了现代医疗建筑内部功能的必要组成部分 建筑内部如剧场、展厅等娱乐修行场所 描绘了未来医院的建筑特征 并使之成为全体市民服务的城市社会文化载体 在位于大西地岛上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地区医院的设计中 作为建筑首要组成部分的传体型中平通膏设置 成为了整个岛上的公共活动广场 这里整合了外科与附幼两个医疗科室的入口大堂 设置了多个宽敞的庭园作为室内外空间的过渡 并且通过木制立面上的百叶气孔实现了空气的自由流通 大大加强了整个空间的自然空气调节作用 在里尔市医疗中心妇幼保健院的设计中 建筑的两个主要入口分布在一栋线性大楼的两侧 这栋大楼既作为公共服务空间 又是教学、培训、科研与实验的场所 两个入口大堂分别结合场地高层设计 并与建筑内部有机结合 连接两个大堂的主楼梯与玻璃顶下的连接体 共同创造了一个丰富、连续、亲切与活泼的复合空间 在加莱士医院的设计中 弧形的建筑立面与陶制的遮阳板 柔化了日间室内的强烈光照 并在夜间营造出内部街道的生活空间 阿赫特设计院的每个医院设计 均本着创造外向型公共建筑形象的原则 使建筑立足城市、面向城市 其设计初衷更是强调建筑的城市性 设计院依据不同的尺度进行建筑构架 包含医疗用地自身尺度 基地周边街区尺度 城市尺度以及地区尺度等等 设计通过利用城市的各类公共广场 城市滤网以及公园等元素 将建筑本身植根于周边环境之中 无论地处都市或乡村环境 阿赫特设计均力求将自然景观 最大限度地引入到建筑内部 并适当弱化传统意义上的大型的内阶 长廊与中庭等有型空间 在勒皮市医院的设计中 建筑师运用一条影子开阔广场的 玻璃步行连廊 将建筑在视觉上与其特殊的周边环境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使建筑与基地有机结合 该长廊亦随之成为了城市重要的象征 在科拉玛市薄熙军事医院的中心 设有通高开放的大型中庭 这也成为了将城市空间渗透入医院的象征 另外公众从这个大空间的每个楼层 均可观赏小巴黎市区风貌 甚至远眺到拉丁方斯新区的壮丽城市景观 在巴约纳市巴斯克地区医疗中心的扩建项目中 圣里奥中心医院的方形传统院落室布局得以传承彰显 在这篇历史悠久的基地上 兴建部分延续广场、庭园、挑台 以及空中花园等景观序列 创造了一个面向城市 面向巴斯克景观的开放型医疗城 加普市医院的悬址位于群山脚下 其独有的地理环境 在建筑设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兴建医院的主轴线 使建筑成为了市中心的自然延伸 而得益于其中平玻璃幕墙的立面材质 新建筑与城市周边形成了显著而又紧密的联系 马赛式的拉提莫纳大学医院的原址上 将新天两栋大型综合体 一栋用于医疗研究 另一栋用作妇幼医疗 新建的两个体量将原有的高层建筑包围起来 降低了原建筑临阶的大体量压迫感 从根本上成功改善了原有的城市形象 设计创造了两个新的城市地标 一处以大阶梯、柱廊序列以及厚重的屋顶层著称 另一处则已具有雕塑感的建筑体型 屋顶花园与圆锥形建筑表皮文明 无论地处城市、郊区或乡村 无论是新建项目或是传承历史的改阔建项目 阿赫特设计院总是怀着对项目环境的尊重 开展设计任务 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 设计院的作品风格包容万象 实于虚、透于影、无机于有机 在设计中交相呼应 呈现出和谐、创新、现代化的建筑形象 在法属流泥望岛的圣丹尼市 新建的医院综合体 打破了原先医院与城市不和谐的景象 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充满现代气息 统一却不僵化的崭新建筑风貌 设计运用柱廊环绕的立方体建筑 结合两坡或四坡雾面 创造出城市观景台的建筑意向 梅斯市医院的设计 是一项尝试全新的大体量医疗建筑理论的挑战 该项目中 设计师在建筑主入口规划出大型广场 在入口建筑体量上 设置巨幅玻璃显示屏 并将选挑的高科技污面层 与其他不同的高科技设备相结合 例如太阳能装置板等 空中俯瞰 污面似乎是漂浮在周围的景观之中 这个横向伸展的入口空间 成为了医疗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 Archt追求因地制宜 均衡剪裁 讲究空间变化 每一个作品都独一无二 与自然完美结合 设计院的设计方案与时俱进 在工程竣工的时候 能够适应医疗最新发展的要求 设计院还开发了独有的医疗设计软件 使得建筑师工更加高效 每个细节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保证 Archt 创新的灵感 精准的细节 人性的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